对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这一次其实 就是台积电嘛 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不过这个南韩半导体 它现在用了一个产业链 包括了就是它从这个 等于是说它打造一个 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 你觉得这个有机会让我们完胜 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吗 我只能这样讲 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如果三两它就被人家完胜了 那会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会是台积电吗 我们的优势还是蛮多的 不过延安其实我知道说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讨论很多有关李在荣 放出来的事情 以及这个波段 这个波段南韩这个野心勃勃 他基本上希望能够打造 全世界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而且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机会争到第一 那表示什么 他不是第一 第一是谁 晶圆代工的部分是台积电 好那如果是上中下游 整合的部分呢 是谁 是Intel 所以我只能说南韩 他野心勃勃 那的确会有一些机会 因为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创办人 张忠谋先生 他就曾经有讲过 其实Intel 在他心目中 因为Intel其实是最老牌 全世界最大的 上中下游整合 IDM的这个半导体 公司全球最大 但是他心里觉得最大的对手 不是他 是谁 是南韩的三星 所以宜安这就是回答你 提到说 这个三星 未来如果这个韩国 他们想要打造一个全世界 全球性的半导体 他机会不是没有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 大家一定最好奇 这段时间宜安 如果在你的观点里面 你觉得这次这个三星 这个帝国的掌门人 他是唯一独子 李建希的独子 这次他能够从狱中放出来 谁是他的救星 如果依照你个人看 你说谁是他的救星 你觉得会是文在寅 对不对 对啊 你当然是文在寅 对不对 对 因为文在寅 其实也是改 就是等于是 他其实也是不得不放 我觉得 所以大家才说 这个他不是出来以后 投资了2000多亿吗 大家就在说 这是世界上最贵的保释金 讲得好 来 最贵的保释金 就是要针对你这句话 他马上加码投资2000多亿 真的是很怎么讲 就是说大家就说 最贵的保释金出来了 因为它要出来就是 整个地表最大的 半导体跟晶圆的部分 对对对 这地表最大的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保释金 高达2000多亿美元 对 其实三星电子 其实在未来十年 它有宣布说 就是共同要 就是怎么说 它要就是投资了171兆韩元 等于是1510亿的美元 不过呢 其实 要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一直说 我们是半导体的龙头 对 可是三星好像有 它的优势在对不对 没错 其实杨武刚才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 李在荣 李在荣就是这个 等于未来 南韩如果要打造全球性的 这个属于南韩自己本身的 全球供应链半导体方面 它非李在荣不可 好 那 还有就是我刚才 问到大家觉得 这个有些我如果网路上 有人投票 看谁是李在荣 这一次释放出来最大的救星 在我看来 我觉得 那个名字就叫做台积电 好 为什么呢 来 我跟你说 这一次这个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它的技术要向全球输出了 这是史上的第一次 那台积电这一次我们也都知道它是不得不 那如果早期在殖民时代有所谓的日不落国 达英帝国 殖民帝国 我相信未来大家会听到一个新名词 在半导体里面也有我们台积电 到时候在全球的半导体日不落国 怎么说 现在台积电其实除了在台湾有台积电 在这个中国那边 它已经有投资南京厂 有人这个昵称叫做中积电 那么接下来 它在美国怎么样 或将美国至少六座厂 它不得不 它不想 可是也不得不 它在美国已经有六座厂 那马上要盖对不对 已经开始做一些动工了 到时候那叫做美积电 那么未来还会有什么 日积电以及德国 德国这次因为车用晶片荒 那很多人讲说晶片换疫苗啊 等等BNT等等 所以到时候还会有德基电 所以我们当哼不郎当算起来 全世界日不落国 真正在半导体的日不落帝国 恐怕那个名字叫做台积电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台积电这个事情真的实施的话 那怎么办 南韩最大的这个问题点就在这里 这就是掐着 文在寅必须要释放这个李在荣 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台积电是他的救星 因为他担心经过这波的洗牌 台积电向全球做技术 输出之后 哇到时候三星 他的这个半导体供应链 恐怕这个到时候失分会更多 那如果不趁这个阶段 他到时候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挑战 来各位观众 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 Samsung在这个部分 那个延期是 我知道你是韩国通 之前我去参访这个韩国 三星也去参访过 真的是很大 我没有话讲真的是很大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说 这波段南韩文在寅不得不 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刻点 赶快把这个李在荣放出来 因为啊这里面 我们刚有讲 李在荣 现在最大的救星 就是要做台积电 而最后谁是整个事件 释放李在荣 最后最大的受益者 那个最大的受益人 那个人叫做文在寅政府 怎么说 他叫做空手套白狼 完全不花一毛钱 只要花他的嘴皮子 我讲真的 他只要花他的嘴皮子 动一动 那叫他画一个大饼 叫他底下 Samsung的几个大财阀 全部乖乖立正站好 来 Samsung 李在荣 我已经把你放出来了 你的保释金叫做 2000多亿美金 对啊 叫你直接去投资 然后还有这个 SK英海力士 这个就是最大的 大家都说 这就是最大的算法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保释金 世界 世界最大的保释金吧 对对对 宜安你终于懂了 没杠在这里 而且重点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曾威姐 就是说 其实韩国政府这次的动作 在半导体产业院上 不只是三星 然后包括SK海力士 也投入了 重点是他们这次 还在首尔的南方 大家应该知道板桥跟龙仁 其实龙仁他们三星总部 龙仁就是三星总部 我们也都去过 他打造了一个 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带 包括统整了 晶片设计 制造商 还有供应商 等于是说成为一个聚落 然后以板桥为 晶片的设计重镇 还有龙仁 就是三星总部的这个地方 就是他总部的在 然后聚焦晶元代工 然后还有另外的 像是华晨或者是平泽 则是继续担任 就是Netbrush 记忆体这个晶片的 这个生产曲纽 他这么野心勃勃 希望未来在十年成为 这个韩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晶片制造基地 与中国和美国 甚至台湾来竞争 你觉得韩国有这个机会吗 不能 我就一句老话 的确是不能说没有 但是他的机会 也要我必须要坦白讲 机会有点渺茫 为什么这样讲 我分析几个点给大家看 因为之前我跑弹的半导体 好歹20年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去参观 Samsung也很大 那SK海力士也非常大 整个全南韩 他目前为止控在十大财阀里面 有将近八成的GDP 是这十个财阀出来的 前面名列前面的 前面几名就是有Samsung SK海力士 还有乐金等等 那光是Samsung自己本身 他就占了韩国整体的GDP 目前为止有2成8 将近三成早期 而且各位观众你知道吗 在南韩 他有个重要的俗愿 南韩这家公司 你是只要你是南韩人 你出生在南韩 你从生到死过程当中 都有三星共和国一手包 那很多人讲说 你这个Samsung大到富可敌国 等于是你与其叫做 这个是南韩的三星 不如说南韩是三星共和国 他的资金供养出来的 所以一个南韩人 如果在台南韩出生 他一从生到死 他会面临到第一件事情 可能会面临到死亡 人总是会有这一天 第二件事情他一定要缴税 第三件事情 他一定要有三星 否则无法活 你看大到这种程度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由Samsung三星 来做一个整体布局 有理在容的掌舵 为什么我们刚才又讲 为什么最大的获益者会是文在寅 他一定要趁台积电 做日不落国的情况 半导体日不落国 而且现在对于全世界 有定价权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要拦湖 唯一能够拦湖的 靠他文在寅行吗 当然不行 文在寅懂半导体吗 他不懂 所以整个的过程 谁能够 现在好 大家都知道先进制程 最重要是什么 叫做艾斯摩尔 极子外光机 谁能够除了台积电之外 能够去拦湖 拦一下最多的艾斯摩尔 这个极子外光机SUV 就叫做李在容 李在容在入狱之前 就曾经去拦湖过 还有在这个过程上 为什么我们觉得机会 有点渺茫呢 原因在于你知道这一次 美国你我们注意到 他结合的是台湾 日本甚至包括欧洲 美国整体的这个半导体 对 听说好像最近 台阶电业跟日本也要合作 对他独漏了南韩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人担心南韩 是不是还在跟中国之间 他是一个所谓的 有好的关系 所以问题在这里 所以我们只能说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有正式地缘的包围 在这个情况之下 李在容他绝对能够hold住 而且结合SK海力士 因为你知道 那个野安你知道 这个Samsung 他跟台积电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目前为止 这个半导体里面 主要分上中下游 上游是这个IC设计 最强项的是这个Intel 中游的部分就是我们台积电的 晶圆代工 晶圆代工 最尾段是这个封册 那Samsung是上中下游 全部都包 这是他最大的一条龙的利基 可是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台湾其实也非常棒 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半导体的帝国 也可以建立起来 可是我们是打算的 所以晶圆代工龙头在台湾 也就是台积电 他目前为止 你知道他的市占率是全球 全球 目前至少有五成二 而且只会往上不会往下 但是你知道Samsung是多少 他在晶圆代工部分只有17 连他一半都不到 你知道连他一半都不到 这就是让文在寅 这个夜不能眠 坐不能 这个坐如针毡 所以赶快要把他放出来啊 你不把他放出来 一来文在寅你根本不懂这个半导体 所以你过程当中透过李在荣 他基本上 既一方面能够帮你创造GDP 二方面他主动交出他的保释金 你知道这个是有潜力可循 你知道他老爸李在荣老爸 我知道我知道 他上次也被关过一次 李明博 被放出来 你记得他的公事吗 那时候李明博 把李建希关进去了之后 放出来 那个为什么要放他 半东京 办了奥运嘛 对 最后帮他赚了多少 200亿的美金 所以投力可推 这一次的李在荣 出来的时候一下子 股质量都一样就对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公事 如果我把你放出来 你可能还要十年之后 你才缴出几百亿 不要 我现在要你保释金 立刻就给我投资 其实应该这样 就是旧经济的概念啦 就拿来旧经济的概念 而且其实你刚刚提到海力士 海力士其实在 SK海力士也就是在怎么讲 就是说他也投资了超过510 510兆韩元的半导体研究 核生产投资 而且重点是他也是要另外扩厂 就是扩厂四个厂 对 那他们这样的这个产业链 就是说韩国就是有一个 这个半导体 等于是153家 变成一个国家队的概念 如果单就南韩跟台积电的话 你觉得是有可能超过台积电吗 我觉得要跟台积电PK 有几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它的不同 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过 Samsung它是上中下游产业链 SK又是另外 SK它的海力士 它有自己的强项 那么它这些晶片商设计出来生产之后 包括电视 包括这家电 包括很多的地方 都是需要SK海力士 所以整个的南韩半导体的产业链 也缺不了 不只是Samsung一家独大 其实它也缺不了SK海力士 而且扛起国家队 你怎么可以全部都压在一个宝 Samsung已经富可敌国了 大家都觉得Samsung是三星共和国 已经不把你文在寅放在眼里了 你还放尾它养到最大吗 当然不可以 就算你有这个能力 我也另外再扶植一个SK海力士 大家做一个平衡 那还有刚刚一样你很关切 就是说那针对于台湾的海 这个我们的台积电 究竟跟它之间的PK地方 我们Open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提过 全世界对半导体的竞争态势 最有这个话语钱的人 我认为那个人叫做张忠萌 张忠萌不把Intel放在眼里 这个是我的解读 我不是说他有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他在他心中 Intel虽然很老大 可是他不是最大尾的 在心目中 他觉得最具有挑战性的 也不是中国 是南韩 是三星 是这一群未来有可能建造成 整个亚洲另外一个超级的 这个产业供应链 所以他为什么两边大家要大力的PK 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尽力的注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现在真的大洗牌 那宜安我最后我只是提醒一点 你一定有注意到最近 我们的台积电为什么跟联电 晶圆双雄在上个礼拜五拼命大涨 而且不是这段时间在涨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最重要就是从台积电 你要一路已经拉喷涨了 他超过六七十块了 为什么短短七八天之内涨成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涨价 好那如果你现在只是 好像是全世界的这个 晶圆都在涨价对不对 这个涨价风 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大家好 涨价的是那个小小伟的 最寒坦白讲 你涨你的客户谁鸟他 今天台积电说要涨 这个涨10%到20%不等 这就轰动全球了 因为全世界目前 或者所有的 你看所有的电梯产品各方面 你里面打开来 包括电脑手机 包括我们的灯光等等 里面全都有晶片 晶片谁控制的 就是台积电 就是联电 而且要分成熟制成跟先机制成 过程当中 在这里面 南韩也有一席之地 而且南韩 你知道南韩这个品牌 他有个最大的特色 我的研究了 第一件事情 跟着这个南韩这个品牌 连结在一起的有四个重要的特色 第一个叫做野心 他真的有强烈的企图心 这个不能忽视 他以前这个那个李建希有讲过 除了孩子这个老婆不能敢 其他我通通都能敢 性都能敢 这个他的野心勃勃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反正中他的速度 即便他现在落后 所以我才会一直跟你讲说 我觉得也很难讲 这他的速度 那我觉得他的这个 不论他各方面的速度 还有这个前进的竞争力速度 还有他的适应能力 他可以随时做调整变形金刚 那么以及 我觉得他永远保持 我要一定尽量保持在最优势的状态 这是我觉得三星这个品牌 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色 的确有可能会造成台积电未来 在建造他的日不落国 在输出的过程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重大的挑战 那这些挑战 我们要用什么克服呢 除了台积电有他自己的智慧之外 其实我认为主要是地缘政治 因为其实破题的时候 宜安你有注意到吗 我已经有提过 今天已经有跟宜安报告过了 其实这一波段 为什么在亚洲的半导体名单里面 为什么美国要日本要韩国 要欧洲要台湾 他却露了南韩 重点在这里 所以如果未来南韩速度很快 他竞争力很强 他适应力很好 他野心勃勃 他一定要打赢这场仗 10年嘛 他就说2030年 2030年 所以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等于是153家的金元代工 全部要结合 而且老大哥是怎么做 全部结合起来 就是等于是说刚刚提到 从板桥到龙人 因为龙人又是三星总部 他的总部 他整个就是等于是 就像你说的三阶段 就是从金元到 那个就是还有 IC设计金元代工跟风策 对对对 金元代工全部都整合起来 或许是有机会的对不对 当然会有机会 所以咯 万一如果他现在选边 跟中国大陆结合在一起 现在美国防的是这个 所以现在文在寅焦虑的 也是这个 你懂了吗 所以如果文在寅担心 他被孤立了 所以他赶快把李太龙放出来 放出来 放出来叫他自己交保湿基 那个叫做2,050亿美元 2,000多亿 这样是第一笔 这样是第一笔 后来十年之内 他总偷偷要交出 2,000多亿 2,000亿美元 这史上最大的全球最贵宝石金 对所以你看文在寅是不是很聪明 他是不是自己不用花一毛钱 他有啦稍微让税 研发 比如说你海力士 你桑桑 到时候在我这个南韩半导体 这个产业链弄出来之后 我可以让你降税 那研发的部分 我让你降税50 如果你制造硬体的部分 我让你降税20 政府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叫李在荣付钱 叫SK海力士自己掏钱出来 这就是文在寅最大的计划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能够拦弧 不让台积电成为全球第一的 半导体供应链 那另外一部分 他也能够在亚洲地区 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画了一个大饼 可是都是业者自己来付钱 来做 我认为最大的获益者 那个人叫做文在寅 所以我要禁告 我们的李在荣先生 他如果持续一直要在外面 他一定要请台积电帮他忙 让台积电跟他好好的PK 那永远文在寅 或者是另外一个总统 他一定会把你李在荣放在外面 因为南韩的总统 再怎么通天 他没办法取代你李在荣 跟Asmore来谈判 他没有办法来控整个南韩半导体的产业链 他也没有办法做Samsung这种 从生到死所有的三星共和国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南韩政府 最好最漂亮的一个盘算 不花一毛钱 德威姐刚刚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有网友问到啦 就说有一个叫广州热心的网友 他说不用那么自信 台积电也只是一个代工厂 技术都在美国日本手上 是这样子的吗 好来很漂亮很可爱的一个问题 来亲爱的网友 如果真伟姐姐年纪应该比你大 所以因为你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应该比年纪比我小 因为之前真伟姐姐 也跑台湾的半导体很多年 那据我们所知 你如果说你这样看 你只要一个简单的想法 目前全世界市值前20大的公司 里面有14家叫做美国公司 里面有一家前20大市值 然后里面一家有台湾的 就叫做台积电 那里面有一家南韩的 那叫做三星 你知道吗 这个亲爱的网友 那个美国14大前面市值前14大公司 就是一些Google、Facebook、苹果、微软 你知道吗 他们全部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那当然Samsung有这个高通 也有NVIDIA等等也是有 我们不是说他全部没有 可是拥有最多的叫做台积电 为什么呢 为什么苹果要相信这个台积电 为什么没有把所有的东西交给Samsung 这个除了有竞争的利害关系之外 最重要的台积电只做晶圆代工 他不会去做中单的产品 他不会跟他的客户竞争 他的左手可以相信 他的右手不知道 他的左手会不知道 他右手在爆点做什么 这叫做台积电的DNA 那这就是全球的客户 前面市值前十大的美国公司 全部都能够把订单下给台积电 而不会下给三星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不是说自不自信 然后另外一件重要的技术瓶颈 因为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比如说 宜安你是Apple公司 我是微软公司 那个你的导播啊 他可能是Apple B公司 他想这个 比如说这个他是Tesla好了 那他要把那个订单 为什么下给台积电 因为他交出来的速度快 然后他拥有很多的这个智慧财产权 那过去经历过这个数十家公司 大都是全球一级的客户 他们累积了很多台积电 在制作晶圆代工当中的IP 那个叫做细致财 好那个你不能随便生产线 不能随便用的 你如果被那个被发现 你是这个copy人家会被追杀的 那台湾台积电 累积了很多的细致财 我能够再以最快的速度 最足够的人力制造出良率最好的 超过三星的产品 而且这些理念 我不会被人家告 我不会被人家外面做 那个专利权的那个控告 那这就叫做台积电 所以那个广州的网友 我不是说自不自信 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个大陆的 这个政府他必须要赶快 请台积电啊 希望赶快能够去这个南京设厂啊 什么他不会没有原因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我们沟通 我们还是要努力一下 今天谢谢万宝头部的副总经理 张珍威他非常深入的剖析 整个现在南韩 因为他成立了国家队 2030年他希望成为全球第一 那刚刚珍威姐 就是已经有分析 这深入剖析这么多 谢谢珍威姐 谢谢 谢谢 可爱的网友 大家拜拜 下次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 明镜需要您ة关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您 an prochain